其实,这是他自己的意思,燕长风并没有要求魏天冲一定要入时节,只是要求他表现一定要像样,至少不能掉了长风真人的身家。 不过,南柏城恼怒当初唐杰拼死魏天冲,他对唐杰的原谅可没有对魏天冲那么多,因此有心给他出个难题。 此刻说完,已是大笑着起身。 眼看南柏城离开,魏天冲也只能道。 恭送师兄,这一恭直至南柏城远去,方才起身。 魏天冲猛的大叫起来,他娘的,又拿朱立门下威胁,整天动不动就拿这个说事,有本事,你真把老子朱立门下呀。 对于魏天冲来说,这套说辞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 不过,想想,若是能娶到小公主,那也是件不错的事,心中又有些活动起来。 转年一想,又摇头否定,要知道,这次可是六大派精英齐聚,对手指挥更强。 真要说谁有希望能成,那唐杰的希望可比自己大得多了。 这两年,虽然他进步飞快,但是每次和唐杰交手,都能被他轻松打败。 魏天冲都不明白这家伙是怎么练的,也没看他学什么新法术,战力却是越来越恐怖,自己已经是越来越看不透他了。 哎,不过等等啊,好像有什么事儿不对啊。 突然间魏天冲想到一试,一下子跳了起来。 许妙然,哎,好你个堂杰啊,我看你怎么跟许妙然交代。 我发誓,我发新模式,我绝对没兴趣迎娶什么小公主。 哎,是的,是的,我知道我失言了,可那不是因为杜门棋吗?那东西对我很重要。 是的,我可以让别人帮我去,可我找谁啊? 他们也有自己想要的东西,而我却没什么可以给他们的。 而且我有金门棋是个秘密,除了军阳天冲他们几个,其他人不知道。 这的确是个问题啊,不过六大派精英众多,我就是一个普通学子,一个普学,人家小公主瞎了眼才会看中我。 哎呀,没有,我绝对没说你瞎眼的意思。 哎呀,不过等等,你是在承认你喜欢我吗? 好吧,你只是出于朋友的关心,不过作为朋友,好像没有权利反对我参加线元大会吧。 她是不是良配你说了不算?我们都没见过那姑娘,这个理由太牵强了。 这样吧,我答应你,我绝不让那位小公主喜欢我好不好,我可以当着她的面擦鼻涕放屁,把自己弄得像个乞丐,表现得尽量差一些。 四摩啊,这个就太过分了。 哎,好吧好吧,只是调性哦。 什么?你亲自过来,这就不必了吧? 好吧,我想见你。 哎,传讯服不多了啊,就先说到这儿吧。 一口气放飞了十多份传讯服,唐杰不由摇头苦笑。 这传讯服价值可不便宜,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,相当于烧掉了尽千钱。 至少在聊天一道上,唐杰已算得上是豪门做派。 写好信,唐杰便坐在花厅中。 看起来一副老神在在的发呆样子。 其实,他这是在修炼破旺天幕。 这两年来,唐杰境界提升的之所以慢,除了他自身资质有限外,还有一个重要原因,就是他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了研究破旺天幕上。 或者说,是用在了洞察之道的理解上。 此刻,天幕之下,周围原本寂静的一切突然变得喧嚣起来。 唐杰能看到一只只蚂蚁在地面爬行,刚浇过的水滴正从叶片上滴落。 一只虫子正试图钻进一只培育中的灵果内去。 唐杰抬起手指,一缕指锋打出,将那虫子击落。 他甚至能看到草木在缓慢地生长。 他能感觉到地面上的青草在努力地钻出地面,并贪婪地吸收着天地间的灵气。 这种洞察能力,是唐杰在半年前拥有的,在他迫望天幕提升到近乎极致的时候。 从那时起,他就能越来越清晰地观察周边。 起初还只是模糊的景象,到后来越清晰,以至于现在他甚至可以超越时间的界限,洞悉一切。 王破棺说的没错,路到尽头,方为道。 不过这一切,目前还都建立在必须使用破望天幕的基础上。 而且距离越远,观察的清晰度就越低,持续的时间也不能太长。 这说明,唐杰的洞察之道还远远没有走到尽头。 可即便如此,一般学子的术法在唐杰眼中已接近为透明般的存在了。 能做到这一步,其实和小狐狸罗月给他的天宝经也有些关系。 当年的五神教祖师对于洞察道也颇有些理解和感悟,这些感悟启发了他。 也正是这本新经,唐杰才知道,洞察之道走到一定程度后,其实也有着方向上的选择。 一种是视无巨细的全角度观察,专善此道者永远不用担心来自背后的偷袭。 一种是破除一切虚妄幻想,眼中所见皆为真实,幻术也好,虚向也罢,甚至于谎言统统无效。 一种是洞悉一切弱点的存在。 这弱点包括法术的弱点,也包括对手自身的弱点。 当初唐杰拜夜天商就是此点。 一种是通过观察,洞悉并了解对方术法运转之奥妙,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对方的法术,功能有些类似于鹰眼术,不过不是看过就会,还得自己研究,同样需要刻苦的钻研。 这四种就是洞察之道的不同方向,因此同为洞察之道,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。 有所不同的是,四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属于同一大道,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发展一种就不能发展其他种的事。 事实上,哪怕只是经验一个方向,对其他三个方向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。 但不管怎样,总要选一个主流发展才是。 在这之前,唐杰一直没拿定主意选什么路,但是,在得知要参加仙缘大会之后,他终于有了决定。 全角度观察,不担心偷袭,唐杰不需要。 这种事太多了,而且唐杰也绝不是一个可以让人轻易站在背后偷袭自己的人。 洞虚破旺,察觉谎言,不需要。 破旺天目本身就有破旺的能力。 至于察觉谎言,没有洞察之道的辅助,依靠自身的丰富精力也没有多少人能真正骗他。 如果只是简单的小欺骗倒也无所谓。 再说,太过洞悉人心,就会看到太多的黑暗。 那只会让人失去信心,从此生活在阴影中。 这人呢,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自我欺骗的。 至于复制术法,那就更没必要了。 术法是千锤百炼才能熟悉运用的。 正如小狐狸所说,现在自己的法术还学不过来呢,哪有功夫学别人的。 因此,唐杰终于做出了第三种选择。 未来的道路注定了步步荆棘,这条路就是最有可能让他以朔胜强的。 此刻,唐杰天目运转下,四周变化皆在眼中。 稍微想了想,他收敛目力,集中精神,看向一只正在结枉的蜘蛛。 此时,原本丰富多彩的园中世界渐渐消失,带着而起的唯有那只蜘蛛。 在他眼前放大,不断放大,渐渐充满了整个眼帘。 于是,在唐杰眼里,这只蜘蛛就如一只庞然大雾,腿上绒毛掀好笔线。 唐杰观察着他的举动,心海中渐渐泛起了一丝迷雾。 他能感觉到,那蜘蛛下一刻的动作是什么? 他能看到蜘蛛体内粘液的变化,能看到猪网上细微的颤动。 更知道,如果一只蜜蜂在这个时候撞在其中的一个点上,这看似坚韧的猪网就会在顷刻间粉碎。 那正是第三条路,洞系弱点。 以此为契机,唐杰努力观察着,他看花,看树,看虫,看鱼,看天空中飞过的鸟儿,看路上闲逛的行人。 累了便休息,休息过了便继续,沉浸在这种放大一切,洞系一切的世界中整整三天。 终于,冥冥中仿佛听到了啪的一声脆响,随后,唐杰的额头没来由的就感觉到了一种痛。 这痛来得突然,来得猛烈,几乎一下子就让他跪倒在地上低哼起来。 即便以他坚强的体质也难以抵抗,双手捂住额头,身体在这痛苦中瑟瑟颤抖。 不过,这痛苦来得快,去得也快,下一刻,所有痛苦骤然消失,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,唯有那一身汗水让唐杰知道,就在刚才自己身上似乎的确发生了什么事。 他将手放下,看到手心中一抹鲜血,流血了? 唐杰有些奇怪,他来到水潭边,对着水面看自己,额头上一点鲜红,轻轻逝去额头的血,唐杰只看到额头一片光滑,没有丝毫破损,这让他有些疑惑。 心中微动,他再度发动破网天目,去观察水面中的自己,却什么都没看出来。 不对啊,看着水中倒映的自己,不知为何,唐杰好像看到自己的额头处有什么东西在滚动,可他偏偏就是看不清楚。 不对不对,唐杰摇了摇头,想了想,他停止破网天目,闭上眼睛。 然后他发现,水中的一切依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 唯一有所不同的是,额头上竟有一只树木正在睁开,一闪而逝。 唐杰,唐杰,快开门啊! 魏天冲兴冲冲地跑过来,猛砸陶然居的大门。 门吱压一声自己开了,魏天冲大步进入,只见唐杰正坐在花厅中,手里捧着一本新语集,双眼却是紧闭的。 魏天冲看到,厉实大笑,呵呵呵,好你个唐杰啊,什么时候学了设腐乳的酸气啊,看起这等贤书来了,却是学得不下,都快睡着了。 唐杰和尚手中眷刺,这才睁眼看向魏天冲笑道,最近偶有所感,只觉得文维武之眼,李维树之道。 知文方可懂礼,方可解惑,方可不耻武骄横,所以修炼之余,也不妨多读些书,明些事理,否则纵有绝世武力,也不过是一介匹夫罢了。 嗨,哪有这么复杂啊? 哎,我被修者,知道惩恶杨善,尽为名理。 阳善,逞恶,唐杰吃笑,却不知这善与恶由谁来定啊,对与错由谁来评? 又不知那琳琅是善是恶,喜悦派是善是恶呀? 呃,这个嘛,为天冲历时欲塞,唐杰诱导,道理若如此简单,也便不是道理了。 哼,罢了罢了,可你说这些你也不明白。 哎,对了,真人交代的事做好了吗? 哦,哦,这吧,男师兄让我回来,准备一下先元会的事。 先元会,你也参加,唐杰威敢吃惊。 是啊,我是长逢真人的弟子嘛,他是老人家说了,他的徒弟要是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,也未免太过丢人了。 魏天冲这才将之前南百城跟他说的话说了一遍。 原来是这样,哼,那也好,秋仙四年也是该出去见见世面了。 哎呀,就是不知道那逍遥宫的小公主长得如何啊。 魏天冲已是捧起脸,开始遐想。 唐杰看他一脸色眯眯的样子,不由摇头苦笑。 嗨,我说你啊,少想那些有的没的啊,赶紧回去准备一下,过几天要上路了。 啊,魏天冲一呆,这不是还有三个月时间吗,干嘛现在就走啊? 你不觉得这正是一个增长见闻的好时机吗? 我已经向学院请命,自行出发前往天都山。 一路迢迢,赶路之鱼顺便游山玩水,体验民间风情,呵呵,岂不快哉。 哎,这主意不错呀。 对于我儿,魏大少一向是很支持的,不过下一刻他的脸又垮下来了。 哎呀,不行啊,我还打算再做个傀儡呢。 买好材料路上做吧,哎对了,让世梦也去,路上一号有个照应。 他,他又不参加,去干什么? 唐杰笑道,哼,不能参加,还不能参观吗? 三天之后,唐杰魏天冲还有世梦正式出发。 西出万全城,一路向天都山进发。 因为报了游历的目的,三个人速度并不快,专检那风景秀丽的地方去,观遍国内各处的名山大川,同时也体验民间风土人情,玩的倒是不亦乐乎。 唐杰就像转了性子一般,也不修炼,每日里只是和魏天冲一起看花看水看河山,弄得魏天冲也纳闷,这小子怎么一下子变了个人呢? 殊不知,在唐杰眼中,这民间的一切也皆属于事物运转之道,正当好生体验,方可领悟洞察。 修者达到一定层次后,常会有进入瓶颈之感,每到此时,单凭苦修已无意义,便需化繁入室,领悟人间大道。 不过,这至少也是天心以上的修者才会做到,像唐杰这般,味道脱烦,就开始感受悟道的,可以说是万年罕见。 这一日,三人来到上水园,唐杰一指前方,啊,过了上水园,就是百战岭,再往前,就是七绝门所在的骊国了。 是梦道,到了那里,咱们就不在喜悦派的保护下,凡事继续留意了,我看到时,这一身雪子山也换下来,免得惹麻烦。 在文心,雪子山是他们的保护伞,轻易没人敢惹他们,可出了文心地面,喜悦雪子这块招牌,就无意有害了。 虽然七绝门和喜悦派不是死仇,却也不是什么好朋友,在不公开的情况下,相信七绝门还是很愿意害死几个喜悦学子的。 要不为什么,逍遥宫连选址都选得这么慎重,非要定在最中部的天都山呢? 坐在马车里,魏天冲摇了头。 有点难呐,就算换了衣服,我们也不是离人,开口就会露馅儿的。 他坐在马车里倒不是浇灌,而是在给自己制作新的傀儡。 这雕刻的事总不好骑在马上做。 听到魏天冲这么说,唐杰深感满意。 能想到这一点,说明魏天冲的确是进步多了。 这才笑的,只是口音的话,问题也不大。 再说,这一次过去虽说是游历,却也不代表就会太平无事。 唐杰,你这是何意? 魏天冲不解。